你現在談戀愛失敗了 你怎麼知道這個就是對的人呢 說不定在未來你可以遇到一個對你更好的人 更適合的人 在這份工作上面不如意 那你應該要檢討的是 不是自信的問題 是應該是 這份工作裡面 我學習到了什麼 可以讓我應付下一個工作 我起碼下一次不要再犯錯 你真的要有什麼方法 我覺得就是面對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未來會有什麼 那我寧願希望這個未來 是讓我自己更開心 更有成就的 不不管是在我求學時期遇到的挫折 或者是在我創業做到的挫折 或在婚姻生活裡面感情生活 許薇老師也都碰過了很多很多的黑暗低潮期 可是現在來看都覺得感激有那些黑暗低潮的練習 所以讓我自己能更堅強 然後更有智慧面對人生 如果說對方真的現在陷於痛苦 在低潮的時候我覺得說大道理是沒有用的 最好就是安靜的陪伴跟支持 他想說什麼做什麼的時候呢 你給他一個聆聽的耳朵 然後關懷的眼神 然後給他你最珍貴的東西 那就是你的時間跟你的感情 我覺得如果是失戀的話 情況是失戀的話 我建議你立刻投入另一個戰場 這是我良心的建議 因為你那個破碎的心需要別人來幫你補好 我也贊成 因為用這個忙碌來沖淡自己的這種哀傷 其實是一個滿好的方式 他損失的是一個愛他的人 你呢 只是少了一個不愛你的人 誰的損失比較大呢 那如果是工作上的話 我想很多人不曉得他的出發點是什麼 也許是嫉妒你 也許你的能力真的還沒有到達別人的要求 不過不管別人怎麼樣質疑你的能力 你都要相信自己繼續往前走 我會建議培養第二專長 無論何時何地 無論你幾歲 到我現在我這個年齡 我已經46歲快50歲了 我永遠口袋裡面放著第二專長 萬一有需要的時候你拿出來 你就是可以比別人強一點 我也希望多給他們一些鼓勵 然後多了解他們在學校的一些狀況 交朋友的狀況 我覺得父母也不能干涉太多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說 你自己要回家跟你的孩子溝通 你應該要好好地問他說 好那你希望我可以怎麼樣幫你 我可以怎麼樣做 我覺得如果說 父母就自己就跑去學校 去跟老師講一大堆話 或是打給對方的這種 學校的小朋友的家長 去跟他們討論的話 好像有的時候又會太過度 我會先問我的孩子 就是你有沒有做錯 你說你說你是不是有做了什麼事 或說了什麼話 讓他有這樣的反應 不管是正面或負面來講的話 對他來講的話 他的成長來講 也是一個正面 對 我會強調就是對任何人的尊重 那不管是什麼樣的孩子 那我一開始就會先告訴他 為什麼他這個樣子 那當他這個樣子的時候 譬如說他行動不方便或是怎麼樣 就會告訴他說 那他是不是需要人家幫助他 協助他 那就是在他需要被幫助的時候 給他一個幫助的一個動作 我說換句話說 如果當你哪裡比較弱的時候 是不是也希望別人來幫助你 所以像我的孩子 他在那個中班的時候 他去上學的時候 那公社的這個幼稚園 都會有一兩個 就是可能比較弱的孩子 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我的孩子全部都是排到最後 去幫助這個孩子 其實我希望我的孩子 從小都會有愛心這個觀念 我不希望他們分 醜或是漂亮 高或是瘦或是什麼 我希望大家都是一樣的 我覺得父母也只能就是以身作者 就是你希望你的孩子是什麼樣子 你每天要讓他看到你 也是這樣子對待別人 要有同理心 我希望你能夠 你不要再讓我來 我希望你能夠 你不要再讓我來 我希望你能夠